奥特曼,看你这么猖狂,你的下半身已经被我用魔法埋在了土里了吧,怎么样逮不到我了吧? 怪兽呀怪兽,你好意思说我呢,你还不是被埋在土里了吗?你也打不到我了。 奥特曼,又不是你拦着我去欺负小朋友,我才不会打你呢? 嘿嘿嘿,怪兽,我打你就是因为你去欺负小朋友。 怪兽,看,我还有两只手呢,要是发射能量激光,你可就被打倒了。 哼,你也我怕你吗?魔法魔法变,看,我的两只手也出来了。 看我的脑身厉害呀。 诶,奥特曼怪兽,你们在这干嘛呢? 诶,鲨鱼,你怎么来了呀?快快快快,把我给救出来。 哦,好的好的,奥特曼,我这就马上把你给救出来。 诶,鲨鱼,你可不能帮助奥特曼,你是鲨鱼呀,怎么能做好事呢? 怪兽,你就闭嘴吧,我才不像你呢,做坏事,我就要把奥特曼给救出来。 鲨鱼,你不能救出奥特曼,你要是救出了奥特曼,小朋友们会给你打零分的。 切,我才不相信呢? 小朋友们,我瞧瞧问你们,我要是真的救奥特曼出来了,你们真的会给我打零分吗? 就算你们给我打零分,我也一定会把奥特曼给救出来的。 怪兽兄弟,能不能拜托你件事呀? 没问题的,奥特曼,你说就是了。 哎呀,我们现在不是和你们怪兽和平相处了吗? 最近我要出趟差,可是我又没办法照顾我弟弟。 这个,这个,哎呀,奥特曼,你别说了,我知道你想说啥。 把小奥特曼放在我这儿是吧? 对对对,我就是这个意思啊,哎呀,既然你都对我这么放心了,我当然也帮助你了。 那行那行,谢谢你了。 不客气,不客气。 听不见的小朋友们,虽然说怪兽和我们现在和平相处了,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的,你们能不能帮我看着呀? 要是怪兽欺负我家小奥特曼的话,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哟,是66666。 如果没有的话,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。 小奥特曼,你别怕啊,叔叔呀,以前做坏事,现在不做坏事了,绝对不绝对不会负负你的。 来,叔叔给你吃好吃的棒棒糖。 嗯,谢谢你叔叔,不客气不客气,只要你爱吃就行。 你在我们家待上这几天,过几天你哥哥就来惊你哦。 嗯,好的好的,我知道了。 叶子金,你在干什么?赶快把麦奇给放了。 我说怪兽,这不关你的事,你赶快走吧。 哼,不关我的事,我就要管这事了,还不赶快把麦奇放了。 不然看我怎么教训你,看我怪兽黑暗光波的发射。 呸呸呸呸呸呸,哎呀,这怪兽太厉害了,我怪兽赶快跑吧。 怪兽叔叔,谢谢你啊。 对啦,怪兽叔叔,为了感谢你,你看这好吃的糖果都是我的,我请你吃吧。 啊,怪兽,麦奇,你快过来。 妈妈,你叫我干什么呀?我在请怪兽叔叔吃糖果呢。 什么?麦奇,你快过来快过来。 小心怪兽把你抓走了。 哎呀,妈妈,你不知道刚才是怪兽叔叔救了我,所以我才请他吃糖果的。 这,这怎么可能呀? 妈妈,刚才是已经抓了我,是怪兽叔叔从他手里把我救出来的。 啊,真的吗? 妈妈,当然是真的啦,你不相信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,他们可都看见了。 那好吧,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。 小朋友们,麦奇说的是真的吗?是怪兽救了他吗? 如果是,就发送小猴心吧。 这是我爸爸的武器,我不希望我爸爸再做怪兽了,我要把他的武器扔得远远的。 嘿,哇,都看不见了。 对了,万一爸爸回来问我他的武器去哪了,我可怎么说呀? 哎,不行,我要想一个办法。 嘿嘿,有了,先把家里弄弄弄弄弄的,以后我趴在这里。 哎呀,这个武器,武器到底去哪了呀? 我忘了拿拿。 哎,家里,家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? 少怪兽,少怪兽,你快起来。 不不不不,你可算回来了,他太吓人了,刚刚刚刚有两个奥特曼闯闯进来,然后翻箱倒柜的找你的武器,把你的武器拿走了。 啊,被奥特曼拿走了。 算了,算了,算了,我也打不过他们,那那那我的武器还是不要了吧。 对了,小怪兽,你没什么事吧? 爸爸爸爸,我没事,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 哎呀,那我还是把家里赶快收拾收拾吧。 小朋友们,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,是我把武器给他扔了,不然他又会去做坏事了。 记住了吗?记住的话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。 卖糖果咯,好吃美味的糖果了。 乖手叔叔,你现在不做坏事了。 好着瞅着,叔叔现在不做坏事了。 叔叔现在改卖棒棒糖了,卖棒棒糖,卖棒棒糖了。 爸爸爸爸,我来帮你吧。 哎呀,小怪兽,你怎么也出来了呀,这么冷的天,赶紧回去吧,爸爸自己一个人的忙过来。 不行不行,我得帮你。 那那那好吧。 哎,瞅着,你是不是要买棒棒糖呀? 是啊是啊,怪兽叔叔,请问这个草莓味的棒棒糖怎么卖呀? 这个棒棒糖一块钱一个。 不,不卖不卖,这个棒棒糖不卖,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草莓棒棒糖,我不卖我不卖。 小怪兽,咱们就是来卖棒棒糖的,如果有小朋友买,我们就要卖它呀。 不行不行。 嗯,那好吧,小怪兽这是你最爱吃的,我就不买了。 买棒棒糖,买棒棒糖咯。 喂,怪兽叔叔,那我要这个好吃的波罗味棒棒糖吧。 不行不行,这个波罗味我也喜欢,我不卖我不卖。 小怪兽,你是来给爸爸捣乱的吗? 不,不,不,我不管,这些草莓都是我的,我不卖,我不卖,我要把这些草莓全都拿回来。 瞅着,走,我们一起去森林探浅吧。 好呀好呀,那奥特曼哥哥,我们走吧。 瞅着弟弟,你快点走哦。 对啊对啊,奥特曼哥哥,我来了我来了。 诶,瞅着,你怎么又换了一身衣服呀? 嗯,我,我换了这件衣服看起来更有太险的感觉呦。 嗯,那那那好吧,我们走,出发。 奥特曼哥哥,等等等等,他是假猫的乔治,他变成我的样子,要把你抓走。 不,他是真的的,奥特曼。 不不不,奥特曼哥哥,我是真的,他是假猫的,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这可怎么办呀? 诶,对了,我知道了,你才是真的的乔治。 哼,没想到你们这么透明,买法文化病。 哼,看我的怪兽光波发射。 哼哼哼哼哼,哈哈,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,别想出去了。 奥特曼哥哥,这可怎么办呀? 瞧着瞧着,别烧急,我有办法。 小朋友们,你们快发送小红星,通知我的哥哥来救我们吧。 哼,还想让小朋友们通知你的哥哥,还好我早就把小红星藏起来了。 所以你的哥哥是不会来救你们的,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吧。 大家好,我是正义的奥特曼,大家好,我也是正义的奥特曼,哎,咱俩的脚咋绑到一起了呢? 不知道呀,咱俩哟的一失下来,就被绑在一起了,哎,这咋弄也弄不开呀,咋绑呀? 哎,奥特曼哥哥,你们在这干嘛呢? 哎,白雪公主,你看我们被蠢子给绊住了,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们呀? 啊,我知道,这个是巫婆婆的魔法神,需要解除咒语才能解开哟。 解除咒语? 白雪,你知道咒语是什么吗?要不你来帮我们解除咒语吧? 啊,这个我就不知道了,我只是看过而已,这个还问巫婆婆呢? 啊,那,那我叫巫婆婆出来吧,巫婆婆巫婆婆快出来呀,怎么了呀? 哎呀,我们被你的魔法神给绑着了,快快快,想办法把我们俩给放开呀。 啊,被我的魔法神给绑住了呀,别着急,我这个需要小朋友的小红心才能解开。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,只要你们发送小红心给奥特曼,这样他们的魔法神就能解开了,这样他们就不会绑在一起了。 小怪兽,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呀? 小僵士,有什么不敢比的呀,比就比呗。 那好,小怪兽,你看,我这有一本猜猜谁的脸的小图书,你要是猜中我里面的任何一个脸的动物呀,我就输一个钻石糖给你。 哟,小僵士,这么大方呢?钻石糖?没问题,要是小怪兽,你说的话,你要输一个钻石糖给我哟,没问题没问题。 嘿嘿,小僵士还不知道吧,这本书其实我早就看过了,随便翻一篇我都知道是谁。 小怪兽,咱们开始吧,你来猜猜这张脸是谁呀? 这个呀,是狐狸的脸。 哎呦,还真被你猜对了。 那我再问你,这是谁的脸呀? 这个是企鹅的脸。 啥,又被你猜对了呀? 那我再问你,这是谁的脸呀? 这是青蛙的脸。 啊,这么又猜对了呀? 这个你绝对猜不出来,这个是谁的脸呀? 这个就更简单了,这是小兔子的脸呀。 啥,全都猜正确了呀? 嗯,你咋那么聪明呢? 哎呀,你别伤心了,其实这么说我早就看过了,你给我说了哪一篇我都知道哟,哦,原来是这样呀。 算了,你的战士汤我就不要了吧。 哎,不行不行,输了就是输了,汤我还是得给你,我得愿赌服输。 哦,好吧好吧,那我就收下吧。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刚刚小怪兽在那猜了几个小动物呢? 你们要知道的话,评论告诉我们吧。 哎呀,赶紧跑,赶紧跑,赶紧跑。 跑啥呀,跑啥呀? 咋的啦,看见我害怕呀? 哎呦,赶紧跑,赶紧跑,超级超级,赶紧跑呀。 咋的啦,你跑你的呗,喊我干啥呀? 在我一起跑,前面发生了啥事儿呀? 我得转过去看看。 哎呀,这两个怪兽,难怪他们跑那么快,原来是怪兽吧。 嘿嘿,那两个被吓跑了,没想到这还有个站着不动的,那可就别跟我们不客气了。 你们想看吗? 奥特曼哥哥,你快过来,快过来呀。 快过来,我来了。 哎呀,奥特曼哥哥,我怎么一喊,你还真听见了呀。 那当然啦,我的耳朵可好舍呢,怪兽,看轿吧。 呦,啊,哇,奥特曼哥哥,你好帅呀,用能量激光把怪兽给弹飞了。 嘿嘿,还好啦,还好啦,听门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觉得奥特曼哥哥厉不厉害呢? 要是觉得厉害的话,发送小红星,告诉他吧。 这是我爸爸的武器,我不希望我爸爸再做怪兽了,我要把他的武器扔得远远的。 嘿,哇,都看不见了。 对了,万一爸爸回来问我他的武器去哪了,我可怎么说呀? 哎,不行,我要想一个办法。嘿嘿,有啦,先把家里弄弄乱乱的,然后我趴在这里。 哎呀,这个武器,武器到底去哪了呀?我忘了拿拿。 哎,家里,家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? 小怪兽,小怪兽,你快起来。 不不不不,你可算回来了,他太吓人了,刚刚刚刚就两个奥特曼闯闯进来,然后翻箱倒柜的找你的武器,把你的武器拿走了。 啊,被奥特曼拿走了,算了算了算了,我也打不过他们,那那那我的武器还是不要了吧? 对了,小怪兽,你没什么事吧? 爸爸爸爸,我没事,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 哎呀,那我还是把家里赶快收拾收拾吧。 小朋友们,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,是我把武器给他扔了,不然他又会去做坏事了。 记住了吗?记住的话,就发上小红星告诉我吧。 哥哥哥哥,你快看,我的田内圈每块都得咬了一下。 你看,这个也是,还有这个。 哎,这个好像不是人要的,像是老,老鼠。 啊,我们家怎么会有老鼠呀? 老鼠,对了,哥哥,你不是最害怕老鼠了吗? 别担心,别担心,你快回房间,我这就帮你把它找到。 好的好的,那弟弟,你要小心一点哦。 啊,看来哥哥已经找到他了。 哥哥哥哥哥,你是不是找到老鼠先生了呀? 弟弟弟弟,你快把老鼠弄走,我怕。 哥哥,不用怕不用怕,我这就把它弄到森林里去。 啊,下雨了,我要赶紧回去了。 弟弟弟弟,老鼠又跑进来了,你快把它弄出去吧。 哈哈,看来老鼠也怕林雨呀,那我就把它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。 嗯,这里不错,这里也可以挡雨。 老鼠先生,这里就是你的家啦。 好了,弟弟,我们赶紧回去吧。 哈哈,哥哥,你的胆子可真胆小。 弟弟,哥哥不是胆小,哥哥只是怕老鼠。 哈哈,小机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害不害怕老鼠呀?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